听说为被我弄丢的你角色配音时 你在录音棚泪流不止 对,我是配音的时候 真的有点蹦不住了 我在录音棚 哭得泣不成声 配音的时候看到 很多场戏都泪流不止 拍摄的时候也有 配音是没想到的 因为配音我只是坐在棚里 配一些内心的独白 就是多多少少也能看到 自己曾经漂泊的日子 你啊 是我最最最最最 最不想蒙丢的人 导演其实他是看过我 最早最早第一部电影的 他知道那部电影里面的 我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真正的可以展现出来的样子 并不是大家平常在荧幕前 看到我那样的一个光鲜亮丽的样子 可能我也有我自己 很私下成普通的一面 可能导演就觉得我可以吧 我卸下了艺人的壳 外打造的样貌 其实也跟大家都差不多 然后可能就会让更贴近生活一点 我能丢了你 怪我不小心 表演对我来说 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我突然间不做这个事情 我的生命里就好像缺失了点什么东西 一旦缺失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我就可能就找不到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有乐趣的了 那我也会变得很平庸 所以我还是在这个事情上能让我对生活找到一些乐趣和踏实感 我其实私底下不是一个活泼的人 就是我在镜头面前会调动自己的情绪 也会因为觉得观众肯定不想看我上不搭眼在这坐着 所以我有时候处于职业的本能反应 一有镜头一上妆 我自己会调动自己的情绪 展现给大家一个比较活泼或者比较善于言谈的我 但其实私下我不怎么说话 私下也比较安静 但也有风的时候 但是也分时候 所以在这部戏里面 我跟静音我们两个人都属于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哀人的状态 音乐综艺等等广告 所以这些东西可能要慢慢地做一些删减 演戏完全不忙 它就像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忙的是演戏之外的事情 毕竟我还不只是一个演员 就是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还有音乐综艺等等广告 所以这些东西可能要慢慢地做一些删减 我甚至跟我的团队也在聊 也聊过这些事情 我说我们要不要慢一点 再慢再慢 然后再去放松一点 应该有一种传道桥头自然直的这样的一个摆平的心态 想要谈见字的签名海报吗 快来回答他的问题 回答对了就送这个海报 戏中白晓宇把王晶晶比做什么 他给他搭配了一款酒 把答案打在评论区 我们将随机选择一位幸运观众 送出谈见字的签名海报一张 不顺便 不顺便